第一条毛毛虫的故事 话说第一条毛毛虫,有一天爬呀爬呀过山河,终于来到一棵苹果树下,他并不知道这是一棵苹果树,也不知道树上长满了红红的苹果。 当他看到同伴们都在网树上爬,不知所以的就跟着网上爬,没有目的,不知终点,更不知生为何求,死为何所,他的最后结局呢?也许找到了一只大苹果,幸福地过了一生,也可能在树叶中迷了路,颠沛流离糊涂一生,不过可以确定的是,大部分的虫都是这样活着的,也不去烦恼什么是生命的意义,倒也轻松很多。 他说,第二条毛毛虫有一天,第二条毛毛虫也爬到了苹果树下,他知道这是一棵苹果树,也确定他的虫生目标,就是找到一个大苹果。 问题是,他并不知道大苹果会长在什么地方,但他猜想,大苹果应该长在大树叶上吧,于是他就慢慢往上爬,遇到分支的时候,就选择较大的树枝继续爬。 当然在这个毛虫的社会中,也存在考试制度,如果有许多虫同时选择同一个分支,可能要举行考试来决定谁才有资格通过大树枝。 幸运的是,这条毛毛虫一路过关斩将,每次都能选上最好的树枝,最后他从一只名为大学的树枝上,找到了一只大苹果。 不过他发现这只苹果,并不是树上最大的,顶多只能是局部最大,因为在他的上面还有一只更大的苹果,称老板,是由另一条名为创业的树枝,才找到的。 令他泄气的是,这个创业分支,是他当年不屑于爬的一棵小树枝。 第三条毛毛虫